一个微信上的销售号码隐藏着不能试人的秘密 一辆夜间出行的汽车 穿连起了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女 一家普通的街边小店里 却暗藏着另外的玄机 蹊跷的店铺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前面是关的 我们打不开当时 我们就绕到后门 当时后门实际上也是关着的 就在周围就寻找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出口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民警 悄悄为控的这栋住宅楼 一楼南面是临街店铺 警方锁定的目标就在其中一个店铺中 当民警到来时 这个店铺的前后门都是紧闭的 如何进入其中 民警面临着一个难题 就在民警一筹莫展的时候 从住宅楼东面一家小超市里 走出一名女子 当时这个人出来以后 见到我们比较慌张 民警就上前把她控制住了 被民警控制的女子 是警方要找的一名重点人物的亲属 2021年10月8日晚7点10分左右 民警终于打开了店铺的后门 进入了店铺的一楼 房间内几个正在吃饭的人 被民警控制 可让民警意想不到的是 在一楼店铺中 并没发现有他们要找的人 店铺里的几个房间 也不像是民警预判的样子 以为这就是卖银条上的地点 就应该在这个一楼 其实不是 难道警方的前期侦查工作有误 民警为何怀疑这家店铺 是一个从事涉黄犯罪的地点呢 案情还要从开发区公安分局 滕飞路派出所民警 2021年7月8日 办理了一起案件说起 办案过程中 一个微信号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王某是一家娱乐场所的营销经理 这个你的女孩会是谁呢 王某称 是这个昵称叫你的女孩的人 主动添加她为好友的 目的是通过王某 为其招揽涉黄服务的生意 王某交代 他曾数次联系微信号 叫你的女孩的人 并且每次联系之后 他都会收到一笔钱作为酬金 我们推断就是 她是一个手里掌握着 大量的涉黄女子资源 可是在现实中 你的女孩非常谨慎 从未与王某见过面 对方的真实身份 王某并不清楚 微信上的这个你的女孩 现实中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发现这个微信号的持有人 是一名男子 盛某 排查盛某的社会关系 民警发现 盛某不仅经常联系王某 还与其他几个娱乐场所的 营销人员沟通频繁 为查清情况 民警到相应的娱乐场所 进行了解 掌握了一些线索 有些客人 在娱乐场所娱乐完以后 就会主动跟她说 要找一些提供 社会服务的女子 娱乐场营销人员 在跟盛某联系 通过手机微信 把提供服务的女子照片 发过来 民警发现 一旦双方联系好之后 盛某就会让购买 社皇服务的男子 到酒店开好房间 并告知房间号码 随后 他会驾车将提供 社皇服务的女子 送到指定酒店 待双方完成社皇交易后 盛某再将女子接走 民警对盛某驾驶的轿车 进行追踪 发现这辆车行驶 经过秦皇岛市区 东南部一条环路 到达一个住宅小区附近 就失去了踪迹 连续几天的侦查 民警都发现 盛某深夜驾驶车辆 从这条环路驶出 大约一两个小时之后 还会返回 民警怀疑 盛某的落脚点 应该就在这里 之后 民警又查到了一个女子 曾经进入的酒店 这一次 民警从一名购买 社皇服务男子的口中 又了解到一个情况 调查社皇服务女子提供的收款码 显示收款者是秦某 可是这个秦某是人名 还是一家机构的名称 收款码又与圣某有何关系 民警还需要进一步侦查 询问购买社皇服务的男子 他并不是通过其他人的介绍 联系圣某的 他的渠道让民警有些意外 竟是通过一款 手机社交软件下单 预约的 里边咱们打开这个软件 一看 里边都是一些 这个年轻女性的信息 交友的信息 这上面也涉及到小视频 你要是加他的微信的时候 就不行了 就是收费 平台是收费的 加载微信成为好友 之后主要就是谈一些 社皇的服务的那种 简单的两三张照片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圣某上传了十多张女性照片 只要有人加她为好友 你的女孩背后的圣某 就会在聊天过程中暗示 可以提供社皇服务 他们把这个以前的 所谓线下设皇的业务 逐步地搬到了线上 为了找到现实生活中的盛某 民警来到盛某最后消失的 东南环路一带排查 这条路的北面 是一片居民小区 沿街的居民楼 三楼以上是住宅 下面两层是商业门店 民警观察沿街两侧的门市房 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就在民警准备离开时 一家店铺的招牌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看到 在一家洗车厂的西侧 有一家日用品批发商店 整个那条街上 以这个洗车 还有这个汽车维修 这样的门店居多 酒饭店呢也有一部分 像这日用品商店的话 那就是他就他这一家 民警回忆起 设皇服务女子在交易后 使用的收款账户名 就叫秦某 眼前 这家日用品批发商店 也叫秦某 此地又是圣某消失的地点 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此时已接近中午 但这家店铺的卷帘门 却是紧闭的 那么这家日用品批发商店 与秦某是否存在关联 调查发现 这家店铺的法定代表人 并非秦某 而是一名姓郑的男子 不出民警所料 秦某收款马 正是这家店铺设置的 然而 掌管收款马的 却不是郑某本人 而是他的母亲 王某梅 进一步侦查 收款马的交易 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 晚上十点 到次日凌晨四点左右 大部分都在 五百到一千两千之间 它主要是频率比较高 民警初步统计 每天收款马的流水数额 竟在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之间 作为一家日用品商店 在不营业的时间 怎么会频繁出现大额的资金流水呢 我们认为这就是 收取的就应该是 涉黄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调资 此外 民警发现 每天天亮之前 这个可疑的收款账户 还会将收到的大部分资金 转到几名女子持有的账户中 之后 这个收款账户 还会通过另外一个银行卡号 再向你的女孩圣某 和另一名孟姓男子 转出部分资金 民警判断 收款的几名女性 极可能就是提供 涉黄服务的女子 而转给圣某和孟姓男子的钱 应该就是介绍 涉黄服务的中介费或管理费 显然 资金流的核心环节 就是设置和掌管 秦某收款马的郑某母子 我们最终确定 这个大的这个组织者老板 应该是这个郑和他这个母亲 通过顿手发现 他们这个白天基本不开门 基本要到晚上 五点到六点左右 这个卷链门才打开 但是打开以后 很短时间会放下 他不像咱们想象 这个卖这个女孩们站在外边 门基本上都是关闭的那种 然而给圣某和孟姓男子 转款的那个银行卡号 又是谁的呢 民警的调查取得了更大的发现 银行卡开户人 竟然是郑某的一个亲属王某 而更加巧合的是 这个王某正是日用品商店旁边 那家洗车厂 和与洗车厂乡邻小超市的老板 显然洗车厂与小超市的老板王某 也难脱干系 经过我们后期侦查 也是他们 这里边的一个团国成员 民警调查另一名收款人孟某 孟某居然是日用品商店的 一名工作人员 并且与郑某母子的关系 非常密切 经过一段时间的遁守 民警发现孟某 几乎每天傍晚到了店铺后 就极少出门 似乎也是这个社皇团伙 负责内部管理的核心人员 它主要是负责在店内 这种这个组织 提供幸福的一些女子 店里面负责接待 负责给开门 民警在遁守侦查中还发现 日用品商店门外 经常停着几辆汽车 从晚上七八点钟 到次日凌晨四点 都有人员隐藏在这些汽车里 不仅是门前停滞的汽车里有人 还经常有几个可疑的年轻男子 在商店附近徘徊 这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民警分析 这些可疑人员 很可能是流动暗哨 通过侦查 民警印证了判断 有时候看到街面上警车 从这儿一黄二过的时候 就会拿对象机和店里报信 据此判断 接到丁烧人员的通报之后 店里边就会做好相应的准备 我们在以往破坏的安全中 这个利用线上的不是很多 主要是都是在这个线下为主 然而 以郑某为首的 涉皇犯罪团伙的特点 是利用了线上招揽生意 与线下交易相结合的模式 隐秘性更强 警方需要通过特别缜密的侦查 来固定证据 在结合一些视频录像 我们会确定这个嫌疑的身份 包括这个宾馆这些开放记录 结合这个 我们把这个证据给它固定住 通过一次次的这个蹲守跟踪 我们逐步地把这个团伙这边 研磨清楚 通过咱们对这个郑某这个组织进行调查 发现郑某与他母亲王某组织下 形成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框架式结构 他们这个线上主要有圣某负责 他负责线上涉皇女性的这个慢性活动 线下的慢性活动主要有孟某负责 除了郑某母子和圣某孟某等几名骨干 其他成员还有郑某的亲属王某 以及被郑某雇雇的郭某 殷某 赵某 黄某等人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街头放哨 10月8号 在晚上大概6点半左右 团伙的首要分子 骨干成员 都已经聚集到我们商店里边了 我们这个时候感觉这个是最好的抓捕时机 在店铺里 郑某的母亲和团伙骨干 盛某 孟某 殷某等人 全部被民警控制住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对讲机 还有耳麦 都没得摘下来 我们把这些团伙人员控制住以后 在商店的办公桌里边 发现了6部不同的手机 这个手机上面贴着这个 社皇工作人员的名字 这个手机是用来联系购买服务人员的专用手机 线上组织者这个盛某所有的环节都是以他为中心的 他是这个社皇服务的联系人 也是这个社皇工作人员的接送人 当时我们分别任务就想说 我的工作就是盯进寿某 必须把寿某的两部手机拿到手 防止他删除 团伙骨干盛某虽然落网了 团伙骨干盛某虽然落网了 可是在日用品商店一楼 民警没有发现社皇交易的房间 也没有找到提供社皇服务的女子 民警怀疑社皇交易的地点在二楼 但一楼并没有通往二楼的楼梯 他这个房子 原来这个商务房 他一楼二楼是能有楼梯上去的 但是他们把房子改造了 让这个一楼和二楼的楼梯隔开了 楼上打开 我不知道 当民警走出店铺的后门 搜查到楼道里的时候 发现了疑点 打开 后门打开 有紧张的两道铁门 是向南开的两道铁门 这两个铁门看似破旧 却有三道门锁 民警逐一破解了锁定装置 但铁门竟然还是无法打开 最后发现这个 不光是这个有防导锁 而且这个嫌疑人在里边 安装了一个电磁锁 这样的设置 大大超出了民警的预料 民警只好使用专业工具破门开锁 用了十多分钟 铁门终于被民警打开了 这两道门打开以后是个楼梯 他们自己改造的楼梯 楼道这块都是监控 上面一种眼帘的 就全是一个个的小客家 都是各种五颜六色的灯窝 一看就是一个从设皇违马活动的一个场所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接受这个生意的地方 和这个从事接客的地方 以民来的形式分开了 民警确认 日用品商店与洗车厂二楼的两个房间 经过改造是贯通的 这个场所一共是划分了十一个隔间 每个涉皇服务人员都有自己所在的隔间 当民警搜查到一个小隔间时 发现了三个涉嫌提供涉皇服务的女子 叫啥名 看这个屋里等会儿啊 我今天刚到 我刚进屋 我刚进屋 这两个叫叫啥 叫啥名 你叫啥 你叫啥 有爽 你呢 我说的是大名啊 可别跟我说小名 我说的是大名啊 他别跟我说小名 我问你俩那支 你俩那 是不是大名 不对 你大名不对 对对对 你有十一哟 我现在是 民警搜查到另外一个隔间时 隔间内没有人 当民警准备离开时 从房间里的香室床里面 传出了异响 民警搬开床垫 一个男子竟然藏身其中 床底那边还有人吗 没有啊 不安定 有手帽吗 没跟你说 别说 眼睛给我 把手机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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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猜了 帽子猜了 最终 这名男子承认是自己专门前来进行所谓消费的 搜索过程中 民警不断取得新的发现 在郑某住的卧室里边 当时发现了两个小保险箱 打开以后里边有现金两万多块钱不到三万块钱现金 包括 他的这个记账本 这个软件 我们通过这个软件 他的记账本这个查询呢 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大宽的记录 很多大宽记录 在集中收网行动中 以郑某母子为首的涉皇犯罪团伙 9名主要人员和骨干人员全部到案 3名提供涉皇服务女子和1名购买涉皇服务男子被当场抓获 之后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 民警对六名负责招揽涉皇生意的娱乐场所中间人 也进行了抓捕 在后续的这个陆续的这个对这个我们之前掌握的这个居住的地点 我们都安排了抓捕组 这个一一抓获归案 他们自认为自己做的非常专业 非常这个隐蔽公安机关 还是这个把这些违法犯罪事实全部理顺清楚 并且予以打击 经审讯该团伙对2019年以来通过这个招募包装卖银 利用社交平台从事线上卖银活动 和利用日用品商店为掩护 从事线下卖银 非法获利的犯罪事实 公认不会 警方确认 团伙中社皇服务女子的年龄 从22岁到46岁不等 有的还有家庭 其间他们并没有受到胁迫 而是为了追求高档消费 希望通过所谓挣快钱 来满足自己的物欲 郑某的母亲王某梅 明知郑某的违法行为 但经受不住巨额利益的诱惑 与儿子郑某共同走上了邪路 八名提供社皇服务者 和31名购买服务者 受到了行政拘留15日 罚款5000元的处罚 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画照 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新的形式 新的手段 只要你身手身手必备住 欢迎各界群众 举报黄赌毒违法犯罪线 为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做出应有的用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